我们今天是第23讲 那我们之前已经对人格同一性的身体理论 灵魂理论 记忆理论和心理连续理论都进行了辩驳 那今天我们要来检验一下的是人格同一性的大脑理论 那这个大脑理论它认为我们人的大脑是一时的载体 只要这个大脑是存活的 发挥功能的 那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我们是存活的 那么西德尼·苏梅克他通过了一个思想实验 来证明了大脑对于人格同一性的重要性 这个思想实验叫错置的大脑 他是这样讲的 假设医生开发出了一项技术 那通过这项技术呢 外科医生就可以将一个人的大脑从他的头颅里面完整的移出 经过检测和手术以后呢 再把它放回他的头颅 也就是重新截回神经和血管等等 那这个过程呢 不会导致死亡或者永久性的损伤 那我们可以想象 这项取出大脑的技术 已经广泛地使用于脑肿瘤和其他脑部疾病的治疗当中 有一天呢 有一位外科医生 他就发现他的助手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这个布朗先生和罗宾逊先生都接受了脑肿瘤的手术 那在手术过程当中呢 都取出了他们的大脑 然而 手术结束以后 这个助手在疏忽当中 就将布朗的大脑放入脑罗宾逊的头颅当中 现在拥有罗宾逊的身体和布朗的大脑的这个人 最终就醒了过来 可是呢 另外一个人立刻就死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活着的这个人呢 称之为布朗逊 那布朗逊在恢复意识以后 对他身体的样子感到十分的震惊 他看到了旁边的布朗的尸体 就难以置信的大喊叫 躺在那里的才是我 他然后指着自己说 这不是我的身体 那个才是 在问及他的姓名的时候 他不假思索的回答说 我是布朗 而且他能认出布朗的妻子和家人 之前这个罗宾逊身体的这个人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而且他还能详细的描述布朗一生当中的事件 并总是把这些事件作为自己经历的事件加以描述 而对罗宾逊过去的生活他则一无所知 对他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观察以后 我们就会发现他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特质 言谈即止 信息爱好等等都是之前布朗的特征 二与之前的罗宾逊判入两人 这就是这个苏北克的一个思想实验 那么这个因为大脑挫制而产生的新人布朗逊 他与布朗先生在心理上是连续的 他拥有布朗的记忆 欲望 言谈即止和人格特质 那么苏梅克劳认为这个布朗逊就是布朗 只要他拥有布朗的大脑 那至于这个大脑是占据谁的身体 无关紧要 大脑是思想的器官 我们的大脑在哪 我们人就在哪 这个大脑移植不仅仅是科幻小说的题材 科学家已经成功的将一些猴子的头移植到没有头的猴子的身上 尽管这些移植的猴子没过多久就死了 最长存活的大概有一周时间 但是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所以有些人就主张 这项技术应该运用到霍金的身上 为了不浪费霍金那个卓越的大脑 我们可以把霍金的头割下来 接到一个无头尖线者的身体上 那么而且拥有同一个大脑 它并不需要拥有一整个相同的大脑 因为神经生理学家已经表明 可以在很大一部分的大脑被破坏以后 人会继续活下来 有一些人他因为中风受伤或者外科手术 导致几乎一半的大脑皮层被毁 但是他们的大脑照常可以运行 所以说剩下的大脑的皮层 它就接管了被毁坏的部分的功能 那么这种大脑的理论 他就认为 同一的人就是指心理上彼此连续 而且他的心理状态是由同一个大脑引起并实现的人 尽管大脑理论优于身体理论 但是他仍然没有避免我们上次讲的副本的难题 我们知道这个大脑它是包括两个对称的半球 它们是由一数被称为偏肢体的神经连接 那这些神经纤维是在两个半球之间负责传递信号 为了阻止癫痫从一个半球扩散到另外一个半球 神经外科医生会将病人的偏肢体切断 他们会发现 一旦割裂了患者大脑两个半球之间的联系 似乎就创造了两个独立的意识领域 这种裂脑患者 他在一个头脑里面 他就具有了两个自由意志 这是已经得到了实验的证明 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个实验报告 每一半大脑都管理另一半身体 左半球控制右半部分身体的肌肉 并且接受从右半部分的皮肤表面传来的信息 而右半球则控制左半部分身体的肌肉 并接受从左半部分的皮肤表面传来的信息 大多数人的大脑的左半球还掌管语言 而对裂脑患者而言 一个半球他所接收到的信息 是无法传递给另外一个半球的 例如在一个实验当中 某个物体被放在一个被蒙上眼睛的 裂脑患者的左手上 他不能说出这个物体的名字 因为他的语言功能是由左脑所掌管的 而只有右脑知道这个物体是什么 当他被要求用左手将这个物体从一核东西当中找出来的时候 他毫不费力的就做到了 可是当他被要求用右手找出这个物体时 他只能随机的拿起一个物体 当眼罩被取下后 他被引起看着他的右手来试着抓取物体 每当他的右手抓起错误的物体的时候 他的左手都会拍击他的右手 这就是左半球和右半球沟通的方式 因为他们再也不能利用平脂体了 那么看上去 一个头颅里面有两个具有不同意志的人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实验所揭示出来的一个结论 那么这类现象在科学上称为叫一手症 在电影的《奇爱博士》当中 那个主人公行为诡异 而且患有一种奇特的运动障碍 他的右手似乎拥有自己的意志 时而会抓住自己的喉咙 时而突然进纳粹里 他必须一直试图用左手去控制不听话的右手 这个异手症患者 常常对他们不受控制的手臂感到惊讶和沮丧 他们感觉有一个外在的主体在控制着他 并且时常用第三人称来指代这只手 不过仅仅以此现象得出一个头颅里面 有两个自由意志的结论 是有争议的 因为除此之外 其实这些病患者的大部分的日常活动都十分的正常 那么对于这样的现象 你也可以解释为 说另外一只手不受任何意志的支配 他不过是在做出本能的 不自主的条件反射式的运动而已 他其实与大脑的左右半球一直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已经说过同样的实验 我们不想要创造思想实验科学实验 而且对于同样的实验 重要的是要看你怎么去解释它 那么不过这个裂脑实验 他还是使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相信 大脑理论并不是一个充分的人格同一性的理论 那么为了展示他的不足 帕菲特他提出来了大脑一分而为二的一个思想实验 他说假设我的大脑的每一个半球都具有同样的心理状态 就是有同样的记忆欲望和态度等等 进一步假设我是同卵三胞胎之一 然后设想如下 我的身体受到了致命的伤害 然后我的两个同卵三胞胎的兄弟则毁坏了他们的大脑 于是现在我的大脑就被分成两半 分别成功的移植到我的两个兄弟身上 结果这两个兄弟都相信他们自己是我 他们似乎都拥有我的生活经验 我的性格 而且在其他所有方面都与我在心理上是保持连续的 而且他们作为一个同卵双胞胎三胞胎 也有与我非常相像的身体 在这样的一个例子当中 其他两个兄弟的心理状态都与我是联续的 而且是由于他们与我的大脑在物理上也是联续的 所以他们的心理状态都是由我的大脑引起并实现的 那么根据大脑理论 那这两个人就与我是同一的 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是分别的两个人 根据量的同一性的原理 两个人无法与一个人同一 因为他们可以进行不同的编号 这样就出现了副本难题 只要副本一出现 原来的我就不存在了 那么其实当我们说人格就是大脑的时候 其实我们更看重的是大脑的功能 就是这个大脑它可以思想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大脑其实只具有工具属性 我们虽然必须依赖大脑的存在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等同于大脑 假如我们的意识不是产生于大脑 而是产生于拱而投机 那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人格就是拱而投机 那么这就是像一个乐谱一样 它可以存在于抄写乐谱的纸张 计算机文档乃至于音乐家的头脑当中 但是这个乐谱与上述这些实体都不同 因为乐谱是需要载体的 但是乐谱本身它是一种有意义的音乐记号 你不能把载体跟记号混为一谈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像软件 什么是软件 软件不过是一系列的数据和指令的集合 但是这个软件它所运作 所需要的硬件的结构 可以是机械的 也可以是电子的 也可以是生物的 那么同样 与此类推 大脑理论也必须与心理连续性相配合 才能解释人格同一性 就单单靠大脑还不足以形成人格 大脑只是工具 只是载体 大脑只不过是人格最恰当的偶然的载体而已 没有大脑 不一定没有人格 而有大脑 不一定就有人格 所以我们会发现 无论东方或者西方 其实在很漫长的时间里 人类往往都把身体的别的部位作为灵魂的基索 比如说有把心脏作为灵魂基索的 甚至也会把肝 肺 胆 肾等等 都视为不同性格和气质的奄源 是吧 它是一种意义型的 可能它的胆汁就比较多 诸如此类 那我们再重塑一下 这个大脑理论的界定 大脑理论就是指 同一性 既是心理上要保持联系 而且这种心理的联系状态 是由同一个大脑引起并实现的 可是从我们今天所提供的两个思想实验来看 由于同一个大脑进入了不同的身体 其实可能导致副本难停 那么对此的苏梅克的解决方案是 我们要确保因果链条不能有分支 也就是说具有连续性的心理和大脑 不能同时出现在两个活体当中 一个原因只能对应于一个结果 我们以这样的标准 再回想一下上节课 我们讲的传送机的思想实验 就是在那个思想实验当中 如果地球上的我和火星上的我都同时活着 这就说明一个传送原因产生了两个结果 原本和副本并存 那么这种因果链条一旦发现了分支 那么不管是作为原本的我 还是作为副本的我 都与最本真的我丧生了统一性 他们都不是原来的我了 那么大脑理论解决副本难题的另外一个方案 是由诺奇克他所提出来的最亲近的原则 比如说当地球上的我和火星上的我同时出现 我们就可以假定地球上的我一看到另外一个我出现了 火星上居然还存在一个一模一样的我 那么地球上的我立刻把火星上的我 视为他的竞争对象 于是他就立马跑回家和老婆孩子相认并在一起 然后等火星上的我回来以后 就已经被拒之门外了 因此火星上的我跟原来的我 或者本真的我就显得更疏远 不符合亲近性的原则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只能认地球上的这个我 与原来的我具有同一性 这也是不同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可是因果的不分支原则和最亲近的原则 虽然勉强地回避了某些性质的难题 但是它却违背了我们关于同一性原则最基本的信念 就是一个事物的同一性不依赖于其他事物的存在 那这个信念被称为叫只有X和Y的原则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事物X是否与另外一个事物Y等同 只取决于关于X和Y本身的事实 然后关于其他事物的事实都是无关紧要的 因为同一性它只存在于一个事物与它自身之间的关系当中 比如说一棵树与一株树苗它是同一的 那么这种同一性并不取决于其他树木的存在 同样你是否与过去的某一个人同一 也不应该取决于其他人的存在 所以我的理解是这里的X和Y相当于我的不同的阶段 而一旦我的大脑被植入其他的身体 就意味着有一个新的主体Z介入了其中 无论是苏梅克的措施大脑的思想实验 还是帕菲特的大脑一分为二的思想实验 都是在原来的我之外添加了一个第三者 因此都违背了只有X和Y的原则 在帕菲特的大脑一分为二的情境当中 分裂的大脑使我的另外两个兄弟都成为了我 因为他们更安装了我的一半的大脑 一方面因果链条出现了分支 所以这两个新我都与原来的我并非同一 另一方面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并不比另外一个 比原来的我更加的亲近 所以这两个新我同样与原来的我并非同一 我说有两种标准他们都并非同一 然而我们再说一下 如果这两个人当中 就是当把我的大脑窃除分成两倍 结果在两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的大脑移植是成功的 OK 那这时候移植成功的人就与原来的我是同一的 所以在手术之前 那么我为了确保我的同一性 我最明智的选择 大家想一想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雇佣一个杀手 并且要求他如果两个手术都成功了 就立即杀掉其中一个人 只有这样我才能确保我会继续的存在下去 但是这一结果是极大的挑战了生命权平等的道德原则 就凭什么我就该死 他就不该死 那这是非常荒谬的 所以这也反正只有X和Y的原则 它是同一性的根本原则 因为同一性只能是一个事物与它自身的关系 但是我们对人格同一性的兴趣 不仅是在于确保我们活着的时候 与我们的身份是确定的 而且我们也期待我们在身体死亡后 我们的人格还能幸存 这是人格同一性 大家之所以对它关注的一个原因 就是活着或者死去都还有同样的一个我 继续的存在下去 那我们说 同一性它分为质的同一和量的同一 就质的同一来看 当我的大脑一分为二 两个兄弟都拥有了我的记忆欲望和性情 那么他们以我还是基本上保持了质的同一 但是就量的同一原则来看 死后的我 我的大脑是进入了另外的身体 其实已经谈不上量的同一了 尤其是在我的大脑进入两个身体的情形之下 这种量的同一更不可能 如果两个新我与原来的我都是量的同一 那他们之间也应该是量的同一 显然他们是可以进行不同编号的 所以这样的推论是错误的 他们是两个独立的人 怎么可能成为同一个人呢 那么如果真出现两个副本的难题 比如有一天比如说机器出故障了 突然就出现了两个副本 三个副本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我们就必须寻求新的能力的应对方式 毕竟那两个人都拥有我的大脑 都具有跟我一样的记忆和意识 仅仅因为他们与我并非同一 就彻底否认我的人格还能延续下去 这也是非理性的 但是另一方面 如果你简单粗暴地杀死其中一个人 那么在法律和道德上也都是绝不允许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都会活下来 那么这两个我不仅在量上是两个独立的主体 而且在智商 随着他们各自生活经历经验的增多 他们的细时气质 性情等气质的差距将越来越大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我们也许可以换另外一种思路 来看待这样的一种状况 就是我的解决是 为什么非要执着于智的统一和量的统一呢 我们不如都承认这两个我都有人格上的震荡的权力 一开始两个我的存在显然会使我的亲人朋友感到有些烦恼 可是我们也不必亲近一个疏远于一个 我们可以完全把他们都当作是那个我 与之和谐相处 而且这两个我之间也要有意识地学会互相合作 当然在随拥有妻子 房产和工作方面 确实会面临很多的困难 但是我们也可以在手术之前 做好一个明智的计划安排 并建立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程序 毕竟这两个分裂出来的我都拥有之前我的所有的记忆 所以他们从自立的角度 也会怀抱善意理性和尊重的原则 定下规则 那么这些内容 我想就与我们后面会讲的有关正义的安排是相关的 总之在这种情况之下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一哲学命题 也得到了正式的机会 你把谁剥夺他的权利 他的人格权利 他的身份权利 看来都是不合适的 最后我们还是留下一个问题 供大家思考 很多人认为 多重人格障碍患者的每个人格都是独立的人 所以在治疗多重人格障碍症的时候 首选的疗法是试图将多重人格 让他重新融合成一个人格 那么这样的结果 当然从底论上就会导致对其中一个或者更多人格的毁灭 我们要问的是这样的毁灭算不算是一种杀人行为 如果是这种杀人行为能够得到怎么样的辩护 是吧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执着于这个制和量的同一性 都从人格他的大脑被分为两个 在一个身体里面拥有两个人格 但是我们要治疗他 结果呢 我们治疗的结果 其实相当于他的两个大脑只有一个功能了 其实无形当中已经消除了另外一个大脑的心理功能 意识功能 但肯定另外一个大脑的生理属性还是继续存在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算不算毁灭一个人格 算不算杀人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好 我们下一节课继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